请教专家 资深分析师谢钟玲 钟离老师 午安 又到午安 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钟离老师 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天 从新春开红盘 有一个族群 明明就是他叫散热 可是他真的是好热热到爆 散热族群当中 今天有第二波的买单攻击的 是在3017的齐鸿 齐鸿其实刚刚在11点钟 有稍微的卖单在做调解 不过现在又有买单往上了 日K连红 散热族群当中还蛮多个股的 像是齐鸿之外 双红 还有3338的泰硕 这三档都是日K连红的 看到日K连红的话 投资人如果这几天有买 他需要去做减码吗 还是可以期待他还有高点呢 其实如果说你就这些股票来看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还有高点 像刚佑达是不是讲了 比如说像什么资源 这些股票在长天班 羽龙这些在长天班 其实如果说你去细看的话 你可以发觉 他们筹码都一件共通的事情 就是他们都是投信有买的 那投信买的 其实他就是买一个趋势跟价值 其实三大法人各做各的 其实每种法人做的都不一样 但是投信基本上 它就是办法公司写报告 然后集体决策 大家觉得股票不错 或者说这个趋势在今年是 上半年或者说今年产业前年是往上的 他们就会开单进场做买进 所以虽然说有一些外在有一些奇怪的杂音 就比如说什么战争啊 对不对 或者疫情 但是这些股票 其实如果说你看的话 就是在年前 年前在震荡的时候 投信大部分都是怎么样 都是算不离不弃的 就是脏 我的买 然后那跌 我也在买 如果说你从这个投信买来看的话 当然我个人认为 你要看投信买来看 你要先看那个投本笔的部分 就是 当然我们买股票 希望股票会涨嘛 对不对 那国会涨其实股票涨 其实股票涨有一句比较俗话这样讲 股票要找要人做嘛 要人做的话 其实你要去看那个筹码集中度 那筹码集中度的话 其实投本笔的部分 是比较一个可以观察的重点 那投本笔其实昨天第一名 昨天投本笔第一名是那个 三三二四的双红 因为 投本第一名 然后你看他的走势 你会发觉 投信的买盘在里面 然后呢 其实 大盘其实还没有创新高 但是双红已经怎么样 已经创了 创今年新高 所以他走势往上了嘛 那往上的话 当然你只有一只在长的话 其实一只在长 吸引不起大家的注意 你可能要一个族群在长 那一个族群在长的话 像今天怎么样 今天有双红 然后呢 有泰塑 然后有漆红 但是如果说我们这就三只来看的话 其实三只一股起动 男神器 同类三股成板块 也就是 光这三只已经构成一个板块了 我还没有加什么见诊这些 也就是如果说你就三只的话 其实他们都在长什么 其他的长个东西啊 叫伺服器啊 我相信就什么元宇宙这些 当然说今年的话题 但是你这些东西 如果说没有伺服器的话 没伺服器的话 就也是白搭嘛 那伺服器其实在去年 其实在去年下半年 它是慢慢来往上的 因为去年缺晶片 那缺晶片的情况之下 它去年下半年开始是缺料 进入缺料环节 也就是开始没那么缺的 然后呢 单子开始往上走 那开始往上走的话 今年第二季又什么 今年第二季又有 Intel跟AMD 他们要推新的那个伺服器平台 所以呢 所以大家预期说 去年下半年开始往上走 那往上走 今年第二季开始 又整个会往上冲的话 那这个产业 当然是没什么问题嘛 那没什么问题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要从这里面 找什么 找稍微强一点的 昨天是双红双金高 其实双红其实就充满 现行都没什么问题 但如果说你就有什么 双红跟旗红啊 还有那个泰铢来看的话 泰铢它是没有法案买 它没有法案买的话 那我们希望有法案 可能卖起来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如果说两次再选的话 你可以发觉 就是好像是旗红稍微强一点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我们 就一个趋势来看的话 趋势一般我们都看周线 如果是把周线打开的话 你可以发觉 双红很强没错 但是双红创新高没有 其实双红其实短线上 它去年的高点还没有过 也就是它方向是往上没错 但是呢 但是齐铢在今年 其实它已经创新高了 也就是 就齐铢来看的话 它整个周线趋势是怎么样 它就沿路往上了嘛 那沿路往上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就 那个今天来看的话 其实它已经准备怎么样 它已经有点要挑战 那个历史高点102那边了 所以就整个这个 散热族群来看的话 当然法人都在买 然后呢趋势 其实我相信那个现在大盘 大盘你说那个战会月线的嘛 大盘月线基本上还在 还在试图挑战中嘛 但是呢 但是如果说你就这个 散热族群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觉 他们走法是不一样的 他们怎么样 他们都是正在创新高 要么创新高 不然就是什么 然后军线都是什么 都是实线 然后月线跟季线 他们都是什么 属于多头排列的 所以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就这部分的话 我认为 如果说像又代一开始问的 这些股票还有没有续航力 我个人认为 其实就是个产业趋势 以及从好面跟进入面来看的话 是有的 而且呢 而且如果说就网通这一块的话 其实也不止他们 也不止他们这三支 因为如果这三支的话 那网通这种族群 也说真的也太弱了 它还有别的 别的侧翼在帮忙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那个去年的晶片在缺 对不对 今年开始不缺了 那开始不缺的话 你小型基地台 你武器的部分 武器的部分基本上 它是需要小型基地台的嘛 那小型基地台 有两支也是一样什么 法案一直在买 投信一直在买的 就是像3596自义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5388的中雷 当然这两支都是法案在买 那一样 我们从里面找 找比较强的 你就自义跟中雷来看 短线上谁比较强 那看起来好像是 好像是5388的中雷比较强 因为一样 我们刚刚讲的逻辑 若是你把它一样对下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觉 大盘也有些没过 但是呢 这股票 说真的你就中雷来看的话 这个实线到还没 实线连摸都 也没有摸到嘛 然后呢 实线 月线 基线 它是怎么样 是往上的 就是多头排列 然后投信 投信再买 甚至如果说 你在观察大幅主比的话 大幅主比也是往上升 所以如果说 你就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你从那个散热部分来看 再看到那个 小型基地台部分 你可以发觉 这两个好像都是什么样 都是跟大盘的方向都不一样的 都是趋势往上的 而且投信再买的 甚至于如果说 你在看那个PCB版的这部分 比如说像 刚刚有人说到那个脖子嘛 815的脖子 脖子今天最高是200块 200块 200块是创新高 那创新高 那就问大家嘛 大版创新高了吗 但没有嘛 没有创新高嘛 还在挑战月线嘛 但是那脖子这样创新高 那为创新高代表什么 创新高代表什么 创新高代表多头嘛 一样嘛 你看一下它的筹码跟线型嘛 均线线都是往上的 然后呢 股价创新高 那筹码 投信买了一缸子 所以你可以发觉 这个好像是什么呀 好像是 你从散热板子 然后到那个基地台 然后呢一堆股票方向 就是跟大版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们是 变成一个族群 甚至你说博士 一只PCB的在往上冲 好像也不下项 为什么 因为2368金箱店也是啊 金箱店今天还有一家 本土的法然出报告 报告写的 报告也是写很高 那写很高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你可以发觉 他们的局限怎么样 它今天 它的线型是没有博士那么强 没错 但是呢 今天拉一拉 也站上十字线的 那个均线也变成什么 也变成一个多方排列 所以呢 所以如果说你就 就目前要操作的话来讲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当然你昨天最强的是 那些什么 各传产龙头嘛 对不对 就是走一个高值利率的抵材 但是我必须讲 你高值利率的部分呢 其实值利率它是一个 左手换右手的东西 就是你配息给你 配息给你之后怎么样 我股价是往下掉嘛 那后面呢 后面要填息 你才可以赚到钱嘛 如果说配息给你 配下去的话 结果呢 股价 股价跳下来 跳得上不去了 那你是怎么样 你赚了股息 你赚了价差 所以就值率的部分的话 我认为它是一个题材没错 那一个题材没错的话 你要往这地方做 比如说往传产龙头做 当然我也不反对 因为毕竟 毕竟那个有些报价是在涨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 走一个值率的部分来看的话 当公司宣布 就是我今天要配息多少 他一宣布完 基本上就走完了 我的经验呢 是因为现在大家预计说 值率会很高嘛 但是当公司一宣布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如果说要做的话 如果说要中线 就是长线保护中线 保护短线的话 我个人认为还是一样做什么 还是一样做有趋势的 那有趋势的股客的话 其实就什么车用 网通伺服器 这是今年比较明显的 然后一些ARV 但ARV之前冲太快了 现在正在进入修正 但是如果说你从投信的 这个买盘来看的话 短线上我个人认为 可以留意的 就是从昨天投稳比来看的话 其实昨天投稳比 比较高的 有两个出行就很明显 一个是什么 就是散热的部分 另外一个 另外就是车用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短线上 如果要看的话 你做多 如果说你要偏多方做的话 还是做多方股票 然后从现行筹码 跟那个产业区来看的话 应该还是在测用伺服器 这几个部分来做 来做选择标底的部分 中林老师帮我们点出了 接下来的产业趋势 是在网通跟伺服器 那当然也带动了相关的PCB 对于说展望不坦淡的需求 当中就是刚刚提到的 2368的金像店 其实它因为今年 也有大幅的资本支出计划 今年上半年预计 还会在增产幅度 有7%到16%之间 那第一季渴望是单季不淡 那第二季呢 应该可以再往上走 所以反正就预估了 第二季金像店 应该可以挑战 单季的营收新高 这是基本面的部分 但如果我们再讲PCB 这个族群 金像店墙没有错 博字墙没有错 但今天看到有一档 逆势叠的 投资人搞不太懂头绪 是在太顶KY 他也是PCB 为什么今天会被打入跌停呢 会不会波及到其他同样的族群 我个人认为不会 因为如果会波及到的话 你看ABF今天是不是涨自己的 那ABF涨自己的 ABF的今年就是 收尾先进制程扩厂 扩厂的话 他们扩厂有一次收尾股 叫3455的油田 油田今天一样也是大涨 你看筹码的话 一样也是头信一直在买 然后之前有被影响到 年前有被影响到 但是今天有大涨 成为到月线 也就是如果说真的要波及的话 真的要波及的话 应该全部都下去 不可能说什么 自由态势下去 那自由态势下去的话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他自己本身有问题 那自己本身有问题 其实他就两个部分 一个是什么 一个就是接三星 mini LED的那个背光板 一个是汽车板 汽车板其实他本身没问题 因为汽车 今年就是真的在缺嘛 缺晶片缺什么的 汽车现在你说 如果说你现在去订车的话 比如说你现在 我们公司鞋对面有Lacos 你去订车 不好意思 你订了Lacos NX 你现在订了 你是明年才拿到车的 有时候现在车子是很缺的 那这没问题 那这什么有问题 就是泰顶的mini LED的 那个三星的板子 是有问题的吗 当然不是说 它本身才没有问题 而是什么 而是三星有下修一点 就今年mini LED的 那个电视出货量 那下修之后 甚至说有改一点 那个规格 但是呢 但是他好像在之前 没有及时跟泰顶讲 所以泰顶或出去之后 你有下修 甚至说什么 甚至说你有改点规格 所以整B或怎么样 整B或就是 就没有办法验收 那么验收的话 一样 你说就这部分 它是一个 忽然出了一个消息吗 如果说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你从头信的角度来 做观察 对不对 其实头信角度来 做观察的话 头信已经连麦三天了 它不是说什么 一直在买一直在买 然后忽然就掉下来 然后你措手不及 可是泰顶KY的 一月份营收是创高位 对 但是股票这边反应会 所以就营收的部分 其实那是 营收 那是后面的 那个应该是什么 那是已知的事情 不是未知的事情 股价反应就是未知的事情 那股价反应未知的事情 像我刚刚跟大家提到的是什么 我们简单讲一句就是 就掉单 就是有点掉单 那掉单的话 其实在市场上是有点 头信前两天三天 我是不是说头信前三天 有在卖 对不对 头信前三天有在卖 那有在卖 就是他已经知道 说有那个单子有点问题嘛 所以就是他昨天 加大卖超 加大卖超 一定我们去问 一定我们问 那个消息一出来 就掉下去了 所以就是不动的话 其实我个人认为 如果说应该这么讲 其实我不太想说 在这种地方 掉下来叫人家停顺什么的 但是操作还是要有机率的 那操作如果说有机率的话 其实像这股票 应该这么讲 就是他之前跌破月线 那跌破月线今天什么 今天跌破季线 那跌破季线 当然如果说 这个地方你砍不下去的话 可能他会反弹 那反弹如果说 躺回到季线这边的话 就是我会建议说 因为他今天掉下来 是有量 那有量的话 反正如果说 这个地方开始 站在卖方的话 就是有摊起来的话 还是站在卖方 可能会稍微安全一点 好谢谢钟立老师 在盘中给大家的解析